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李翔老師 排列組合是高中生來講說 非常難的一個單元 很多同學看到排列組合就哇爆炸爆炸爆炸 當然此時此刻 蠻多同學現在正在練排列組合這個部分 那排列組合呢 尤其一個部分最難 為什麼要完全沒有公式 叫做邏輯的部分 其實你要說有也是有啦 懂嗎 可是很多的題目你看起來 就很像腦筋急轉的題目 但是會碰到這種題目的時候需要緊張嗎 其實不用 有的時候呢 你把所有狀況全部列出來可能會蠻有效的 來你看我這邊我示範一次給你看 來他說有三張紙牌上面各標了一個正整數 將其覆蓋在桌面上 換句話說我是不知道那三張牌是誰囉 那加一柄依序看完之後 來他說我們先知道一件事情 他們三個人都同時知道一件事情 第一個三張號碼都不一樣 第二個加起來都等於13 第三個由左至右地檢 由左至右地檢 假看了最右邊那張牌說 哎呀我沒有辦法判斷 一看了最左邊那張牌說 哎呦我也沒辦法判斷啊 餅看完的時候也說 還有我也沒辦法判斷 三個人都沒辦法判斷 依序看完的時候都說無法判斷 請問最中間這張牌為多少 好我們光是就這句話就可以來判斷 三張總和為13 三張又不一樣 那就是最簡單的是誰 哎呀啦 我知道啦 十二一啦 那不然呢 那不然就是九三一啦 那不然呢 就是八四一啊 對不對 再來呢 七五一 嘿 你有沒有發現 喔齁齁齁 老師這個屁股是一的 好像就是這一些對不對 再來還有沒有 有有有有 我給他一個一 我給他一個一 這個是變成了七四二 對不對 當然你不要老是寫七七 這邊也有可能嘛 比如說我給他一個一 我給他一個一 我給他一個一 這個叫什麼 這個叫八三二 OK 這樣還沒問題 這樣還沒問題 來再來還有什麼 還有六五二 屁股是二的 我們都把它想辦法搞定 好吧 我們屁股是二的 都想辦法把它搞定 還有沒有 就沒有啦 六五二六二就沒有了嘛 再來咧 那拉是三好了 拉是三的話 那就是六四三 所以一 二三 四五 六七八 各位同學 你這樣子判斷的情況下 應該就會有所謂的八種情形 好這個我們確定囉 他說假看了最右邊的那張牌 說我沒有辦法判斷 為什麼 最右邊那張牌 一共有一 二和三 假如果看到三 他就知道是六四三 對不對 好所以 因為他沒有看到三嘛 他就沒辦法判斷 是六四三 他看到的可能是二 可能是一 所以就不可能是六四三 這樣你聽懂的意思嗎 那賈接收到了這個資訊 也聽到了賈說的這句話 所以 以心中 也不可能是六四三 所以 以來囉 他說他看了最左邊那張牌 他說 哎呀 我也沒有辦法判斷 蛤 以為什麼沒辦法判斷 以如果看到的是六 那就是六五二咯 以如果看到的是九 那就是九三一咯 以如果看到的是十 那就十一 換句話說 以是不是看到十 不是 是不是看到九 不是 那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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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是不是看到六 也不是 這樣你聽懂了嗎 這樣你聽懂了嗎 OK 所以 換句話說 賈跟以幫你刪除掉的時候 他 就告訴你說 哎呀 我也沒辦法判斷 OK 好 所以換柄呢 柄也知道了賈以的答案 柄心中也剩下的四個數據 他也告訴你說 我無法判斷另外兩張是誰 因為 柄看到的是誰 對 柄因為看到了四號 我才沒有辦法判斷 懂嗎 那到底是八四億還是七四二 我也不知道 懂嗎 因為柄看到的是四號 他也不確定到底是賈以說的 八十一 還是七十二 可是我可以確定 以看到的一定是 中間那張一定是幾號 四號 所以導致他無法判斷 這樣你懂了沒 懂嗎 當然正確答案是哪一個 我們還是不知道 但是我們起碼可以判斷 以中間的那張牌子多少 這樣OK 好 阿以說我能判斷 那就尷尬了 有可能是七五一 也有可能是八三二 OK 那就好玩 所以這種題目 隨著甲乙餅看的答案不一樣 我們 我們 我們也可以把這個題目做改寫 改寫成我們想要的哪一組答案 就甲乙餅回答的不同 OK 所以讓各位同學了解到 這種題目其實並沒有你想像中這麼難 我們就可以去思考 到底是怎麼樣狀況呢 OK 好吧 來 所以我們今天課程到這邊結束囉 喜歡我的影片 記得按讚留言訂閱分享 想買我的新鑽課程 想加入我的頻道會員 下方資訊欄都有連結喔 我是李翔 有問題 我們一起討論吧 掰掰 掰掰 嘿嘿嘿嘿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